不明生物咬伤案例 2017年10月14日早晨 10岁的小学生颜同学 左胳膊又痛又痒 观察发现左上臂外侧 有一处直径3公分左右的皮肤颜色发红 并伴有水泡 问其原因 说前一天下午学校开运动会 感觉太热脱下校服搁置一旁 回家前穿校服时 感觉左胳膊痛了一下 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 没在意就回家了 晚上也没有不适感 第二天早晨起床 感觉胳膊又痛又痒 明白事情经过后 决定用原始点处理 先按推肩部原始点痛点明显 然后热贴温敷 换处涂抹姜膏后上学 晚上回家说还是连痒带痛的 又按推温敷肩部原始点 并用姜膏涂抹换处温敷 第二天清晨把姜膏洗掉后 发现换处皮肤颜色变深 水泡个头变大 痛痒症状还有 按推姜膏涂抹后继续上学 晚上到家发现水泡无变化 遂用针扎破把水挤出擦净 姜泥温敷 16日早晨皮肤颜色变淡 水泡也瘪了 痛痒症状明显减轻 晚上继续涂抹姜膏 17日水泡变硬 颜色基本恢复正常 18日患处开始结痂 痛痒症状全部消失 20日结痂逐渐脱落 22日全部恢复正常 前后处理共8天 处理前处理后